这绝对是我看过最有深意的恐怖电影 也是鬼后李星杰的巅峰之作 它就是被称为港版地境人 这里不仅有奈何桥上调离 气阴井等地狱场景 还可以看到一些科幻 友情提示 前方刀呢 强烈建议艾特米的大冤主也没有一情而来 故事开始 女主阿旬是一名恐怖小说作家 最近她正在写一部名叫《鬼域》的新书 可是创作却遇到了瓶颈 一张张草稿也就被扔到了垃圾桶 随后 阿旬的身边就开始发生诡异的事情 她又在厨房发现一缕细长的头发 而这很明显不是她的 她和朋友说起了此事 可是朋友认为她是神经过敏 回到家正在洗漱的阿旬 就听到客厅传来声响 她走出来查看 发现浴室的花发竟然自己打开 正在阿旬想要去关闭的时候 玻璃上竟然出现一个笔 可是突然又消失不见 阿旬上前查看 却只发现了更多的头发 这时有人打来电话 可是话筒里却传来很诡异的声音 接二连三的诡异现象 阿旬虽然害怕 但是也给了她更多创作的灵感 她也把这些事情都写在了小说里面 可是诡异的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垃圾桶里的废稿竟然开始动了起来 阿旬捡起来查看 发现所有发生的诡异事情 都是自己创作之后废弃的文稿 这时桌子上的文稿开始自己移动 慢慢地飘落到了地上 阿旬上前捡了起来 而一个鬼影再次闪过 这石门铃响起 原来是阿旬的前男友 他想和阿旬复合 可是阿旬已经被渣男伤透了心 果断选择了拒绝 可是就在回家的路上 经过一条巷子时 身边莫名刮起了 然后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红色的裂 可是转眼又消失不见了 这好像给了阿旬很大的灵感 他赶紧回家记录了下来 并且加上了一段电梯金坤的桥段 可是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于是阿旬又想删除掉 可是阿旬突然一阵暈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阿旬又想起了那个巷子 也许可以给他更多的灵感 可是就在他准备再次前往的时候 电梯门怎么也关不上 在这时一个婆婆带着孙女走了上来 阿旬总觉得这个婆婆怪怪的 电梯停了之后 阿旬走出了电梯 接下来就发生了恐怖的阴影 阿旬意识到 这就是刚才自己所删除的一步 更让他震惊的是 原本热闹非凡的街道 此时静电的破败不堪 空无一人 阿旬四处查看 发现大楼的窗口竟然还有尸体 这让阿旬恐慌不已 他尝试着逃离这里 还没等他缓过审爱 更多的尸体纷纷落下 眼前的景象像极了人间恋女 更可怕的是 这些尸体又如同丧尸般全部站了起来 其中有一个没有脸的女人 她把手指向阿旬 阿旬意识到不妙 开始疯狂逃跑 然而这些尸体就像恶灵一般在后面 群追不守 慌乱之中阿旬跑进了一栋箭中 一路躲避尸体的攻击 可是却好像跑到了另一个空间 这里像是一个废弃的游乐者 破旧的摩天轮和海盗船依然还在运走 这一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阿旬正在四处打量的同时 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叔 而大叔对阿旬的到来却一点都不奇怪 阿旬问大叔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大叔只是拿出来一张废制的 并且告诉阿旬 这里是一个被遗弃的空间 所有被人们遗弃的东西都会来到这里 但是也会随时消失 而这时 远处的物体开始慢慢消失 空间也开始慢慢扭曲 大叔又告诉阿旬 务必要在空间消失之前离开 否则就将永远被困在此地 转眼之间 阿旬来到一处古怪的森林 树上还挂满了无数的尸体 可能是阿旬的到来打扰到了他们 他们慢慢从树上落下 并且包围了阿旬 就在阿旬不知如何是好事 出现了一个骑着木马的小女孩 她让阿旬坐上木马 随后逃离了这里 两人钻进一棵大树 穿过一个隧道 来到了另一个空间 两人坐在一辆废弃的火车上 小女孩告诉阿旬 这里是被遗弃的玩具空间 曾经那些被遗弃或者被遗忘的 甚至是想过还没有去做的事 都会储存在这里 并且告诉阿旬 想要离开这里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找到中介站 可是中介站在哪里 小女孩也不知道 与此同时 这个空间也开始慢慢被腐蚀 小女孩带着阿旬来到一个破旧的图书馆 在这里再次见到了那个大叔 在得知阿旬想去终点站之后 大叔找到了一本古书 书中记载着去中介站的路径 离别之时 还给了阿旬一些名币 用来路上打点亡魂 随后两人来到一座桥前 小女孩道索阿旬 过桥的时候不可以喘气 仔细看去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条吗 桥上还有许多正在通过的思路 随后两人慢慢踏上奈何条 可是阿旬却不慎态度 顿时泄露了生气 桥上的所有亡魂开始增向她 小女孩让阿旬跳入桥头的顶里 然后进入到了一个血痕的空间 这里地上布满了笼液 隧道顶部还有东西倒落 阿旬仔细查看 竟然是一个迷你版的婴儿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七阴景 这里有着无数被抛弃的婴儿 阿旬也被这个场景吓得不敢共感 这时 小女孩出现在洞口 给阿旬做出了指引 两人继续前进 然后又来到一处荒墓里 这里有无数的荒坟 和很久没有人祭拜的亡魂 他们开始慢慢走过去 亡魂也全都开始慢慢苏醒 阿旬拿出之前准备的野花 路过之处都会分发给亡魂 可是向他伸手的亡魂越来越多 而此时阿旬手中的野花 根本不够用 这时阿旬想起了大叔给的名钱 于是赶快洒向了空中 所有的亡魂开始争夺之前 两人也趁机通过了此处 然而就在这时 小女孩却突然昏倒 原来小女孩只属于这里 太过靠近中介站 小女孩会消失的 这时远处掉落许多尸体 他们组成一个大军朝着阿旬 带头的正是那个 开始追他的无连遇 原来他们都是阿旬曾经底下的作品 阿旬把他们创作了出来 后来又把他们丢弃 他们对阿旬恨之入口 想把阿旬永远地留在这里 他们开始撕毁朝阿旬 可是却又突然定在了空中 这时 小女孩突然开口叫出了妈妈 原来在八年前 阿旬有了前男友的孩子 可是被男友辜负之后 阿旬打掉了孩子 小女孩也因此来到了 这个被遗弃的空间 阿旬露出悔恨的泪水 他想要带小女孩离开这里 可是这根本不可能 伴随着空间的撕裂 所有的亡魂开始消失殆尽 而阿旬的女儿也消失不见 阿旬终于返回到了现实世界 完成了鬼鱼的最后创作 虽然是一个恐怖片 但是其内容也引云深思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无论你喜不喜欢 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 劝大家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切不可等失去之后追回莫及